這裡是高雄港的旅運中心 那目前搭載著大約3000人的哥斯達郵輪 是已經緊急停靠到高雄港 那根據剛才的旅客表示呢 是說雖然這幾天的行程已經被打亂了 但還是安全比較重要 那在船上的這幾天 船身也不會太過的搖晃 因此對於哥斯達的安排也算是還能夠理解 那現在哥斯達已經安排了 大約90輛的接駁車 會分別開往左銀高鐵站 台中超馬轉運站 還有台北跟基隆等地 那這艘哥斯達郵輪原本是預計 會從7月21號從基隆出發 那中途會停靠到石原島還有納坝 總共五天四夜的行程 25號會回到基隆 但現在卻因為颱風來攪局 整個行程大亂 三度被改了那個行程 那原本應該要去的石原島沒有去 最後納坝也只待了 大概六到七個小時 最後提前一天回到高雄港 那哥斯達這邊會賠償大約20%的賠償金 那許多人的交通工具是還停靠在基隆的 那目前高雄 目前已經下起了大雨 因此也有不少的遊客是質疑說 高雄還有許多縣市已經發布了路上警報 那這樣子行駛在路面上會不會更危險 因此也有許多的遊客是想要繼續待在船上 待到25號不打算下船 那這就是目前掌握到的情況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NJF. 感谢观看